嗨 欢迎收看TVBS国际plus娱乐大小事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慈音 那当然还有我的好搭档来介绍一下TVBS线路网的记者陈玉文 大家好是玉文 嗨 玉文今天就多多指教 新的组合 对 没错 但还是带样道带给大家这个礼拜或是这几天最热门的娱乐话题 没错 今天第一个就是贺一航的儿子曾志豪 他说他已经死会了啦 而且女生是谁 我们请玉文来介绍 我们要先来说一下这个曾志豪 他其实前几年他的演艺事业其实有一点辛苦的 因为就是通告比较不稳定 那这一次呢传出热恋ING的好消息了 那这个女友Maggie呢其实是黑色惠美媒的初代 是跟大雅她们是同一代的 而且这次认爱之后马上说明年我就要把她娶回家 太快了 对 那真的是非常认定女方在心中就是那个对的人了 对 而且我们就是在这边报道的时候才发现 哦原来她们两个人会认识是在宋达明啊 她算是没人之一了吧 教会里面认识的 是 她们两个去年呢是在女星Stacey的这个婚宴 婚宴上面来就是相遇 然后短短才交往 哎 几个月就马上说明年要结婚 而且曾志豪现在是在努力的来存一百万的这个结婚基金当中 看起来真的是认定这个女孩子了 对 但也算恭喜她啦原本好消息 真的真的 接下来还要再看到的是哦大家心情会比较沉重一点 确实昨天这消息传出来的时候身为娱乐记者的我们真的是蛮震惊的 因为真的好多的巧合哦 有说什么他们兄弟俩就是都是享年40岁 对 然后一起生前上的最后一个节目都是瓜哥的节目 而且最让人讶异就是当然其实艾翔他三月初吧 好像才来台湾来探望他哥哥的墓园 就没想到突然猝室 那现在猝室的原因好像也曝光了对不对 因为一开始消息是只有说到艾翔他是因为心肌梗塞的关系就是病逝了 那其实昨天烧完的时候是有就是媒体来就是揭露说 艾翔他整个就是病逝的过程 他其实是在20号的时候到修车厂来取车 那就突然出现这个咳嗽还有喘不过气的一个状况 那没有想到修车厂老板娘给他一杯水 他坐着休息之后呢站起来就倒地 然后再也没有再就是醒来了 那真的是另外一届非常讶异 就是兄弟俩就是都在40岁这一年就是结束了就是人生的旅途 那当然最难过也是王瞳啦 就是去年才失去了先生 现在先生的弟弟也离开 而且我还记得王瞳其实前阵子好像才PO他跟他弟弟的合照 其实就是昨天 天哪 对就是会令人觉得非常心疼 因为好不容易才走出这个丧肤之痛 结果小叔也就是这样子突然就离世了 那他昨天是有在脸书上面发问说 啊再次感受到这个私信裂肺的伤痛 然后对于这个小叔的离世非常的震惊 这样子 不过他是因为工作的因素没有办法 飞到这个马来西亚来参加今天这个艾翔的这个罪私会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整理的报道看一下这个艾成跟他弟弟到底长得多像 黑色西装外套脸上挂着墨镜 去年8月艺人艾成的追思会上弟弟蔡艾翔带领全场歌唱送哥哥最后一程 不论身线还是外表犹如双胞胎 怎料艾成过世才刚过200天 传出艾翔也离世的噩耗 消息太过突然 叫中排行老三的艾翔也是艾成的大帝 传出是在3月20号下午因心肌梗塞过世 只是他3月初时才来台追到过艾成 算算和哥哥一样都是享年40岁 巧的还有两人生前最后一个上的 都是胡瓜的综艺节目 艾成太太王瞳曾po出这张合照 感叹着说长得像艾成吗 怎料一阵子不见就再也见不到了 当然悲伤是一定会悲伤的 而且又勾起对艾成的一个思念 这种情况下当然就会不舒服 这种情况难免 他们还没有这样子安排 因为他们也考虑到彤彤 其实他现在有戏在身 他也未必能够分得了身 王瞳悲痛剧集 文章中提及再次感受撕心裂肺 相信艾成和艾翔已经在天上团聚 最担心的是菜爸菜妈的身体 也恳求大家给予空间 毕竟艾成的大哥很早前就过世 如今接连送走艾成艾翔 家中的四个儿子只剩下小弟蔡爱卫 如今马来西亚佳人忙着处理后事 入恋追思里选在23号举席 白法人送黑法人的痛 短时间难以撫平 好那我们来转换一下心情好了 大家应该还记得白兔吧 见证子王丽红是见到的贝贝扬扬 大家对她印象应该超深刻 没想到姐妹俩现在在台北啊 是 时隔四年又就是回到台湾了这样子 而且还在好像吃了蛮高级的餐厅 原来最近是忙着在巡回演唱会这样子 然后妹妹好像还打卡 虽然我也是分不太出来姐妹俩啊 没有他们现在长相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啦 但是因为这次妹妹Yumi的打卡会引发热议 是因为她的这个文案其实还蛮就是有感而发的 因为她就说到呢 回到15岁就是追梦就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然后从来没有忘记你们 就是在跟歌迷来喊话 而且我觉得最令人震惊的 这两个人竟然已经31岁了 我刚才跟郁文在讨论 我们真的觉得顶多应该20后半段 27 28之类的31了 那已经就是三字头了这样 就还蛮让人震惊的 那要说到这个妹妹Yumi呢 因为前阵子大家知道那个 不小心卷入这个王力宏的这个桃色风波呢 其实也是蛮重创她的演艺事业 就是毕竟是比较负面的新闻 那这次看起来算是已经重振好心情 然后31岁一个新的开始这样子 对啊 好啦之后如果有机会在台湾 他们要举办全会演唱会 大家也是可以去看看他们 变得怎么样 其实以前的歌还是有一些蛮经典的 你有记得吗 我知道 你知道 你说那首歌叫我知道 你说真的吗 你现在有点忘记 我知道啊 然后没理由啊等等 然后还蛮多就是 还蛮多的 你应该只是忘记了 对 可能就是近了可以听 你听了前走就听得出来 有没有 这个你知道 来了来了 下次就来个KTV 是是是 就还蛮多经典歌曲的 对啊 是 那也希望他们可以早日 可能也找到另一半啦 因为我们就是要恭喜Sandy啦 就是前天嘛 对不对 对好像说生了男宝宝叫小初一 我一直很想知道为什么叫小初一啊 对啊 很酷耶那名字 是什么意思 对我们还去查说那天是不是真的是农历初一 也不是 也不是啊 对 对 啊 因为是不是春分 春分算是 哇 就是一年的第一天 我自己推测啦 等Sandy就是来结诈 我也觉得 就需要他自己本人出来讲 对 但是就很恭喜他生哥妈妈了 而且怎么生完之后还那么漂亮 对啊 荣光焕发 那女明星到底要多辛苦 没错 但这边我们就是要来看 是因为Sandy最近就是有主持这个 《猛丑出男丸》这个节目 真的超级可爱 最特别的就是他终于首度公开 他跟他老公是怎么认识的 因为老公真的 我觉得真的长得很帅喔 他老公是流浪密码 没错 哦 真的是 是 大家都爱这一行的 对 好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用识的 等于进演艺圈 没弄过绯闻 就一切都结束了 对 你会觉得很可惜 有的时候 至少要进演艺圈后 这感情来得太顺 究竟是好是坏 主持人Sandy无珊如 在《宠物实境》节目 回忆起和老公 谈恋爱的甜蜜时刻 我个人就是话多又爱聊天 所以我就是主动当好朋友 然后聊那有一天呢 他自己跟我表白 然后我还要假装没这回事 什么意思 就出招 就是他跟你表白 然后你就要说 我好惊讶喔 他和春晚男友王先生 是在六年前开始交往 去年音乐完婚 如今连儿子小初一都出生了 随时自己主动 当时却得欲擒故纵 你知道他跟我表白 但我答应隔多久 隔了一个月 一个月 很难追 你看是不是 眼下嘛 心里面这样 一旁徐乃琳的儿子徐兴阳 也在去年5月20号 以1.5克拉算界 套牢俄罗斯籍女友宋蕊安 说到展开追求 徐兴阳超油胆 直接搭讪 你去跟人家搭讪 OK啦 我们国外回来都这样 哪有 我也国外回来 我没有那样子啊 在捷运站被对方外貌所吸引 好在上前要电话 宋蕊安也很大方 我们就一出门就直接说 Excuse me Can I have a number 就这样子 就真的天啊 然后他也就很大方 他没有 他就说那为什么 我说我不要给你电话 我给你打电话就好了 算算感情长跑七年 徐兴阳日前松口 决定在今年9月艳客 两位新二代 罕见在节目聊感情室 闪度破表 接下来我们去调报道 我刚刚看完发现 Sandy怎么怀孕的时候 还是很漂亮 他生完真的完全没变 就是这些肚子也超不明神 对啊 好啦 动领 当然不能不提 我们的动领男神 真的是 哇 这算七八十岁 应该长得一模一样 不老男神 不是造假的 但昨天就有人去野生 募集到林志颖跑去吃凉面 但大家注意的不是凉面 而是这两台车子 好像真的很厉害 应该算是因为两台名车来 就是发现这个男神的 因为这个布加迪跑车 跟这个宾市的大局 并排的就是在路边出现 应该是谁都会想看一眼吧 对 反正就是呢 林志颖在街头就是被捕获了 然后就是为了他最爱的一个两面 他已经不止在一次的就是访问 或者是就是贴文里面说 这是他就是台北最爱的一个两面 这样子 然后呢 就有就是算是捕获了林志颖 但是呢 却爆出了这个围艇的争议 因为就是算是停在路边 真的是停在路边 对 算是有点阻 可能阻挡到就是其他的来车 不过呢 林志颖他稍早也透过了 经纪公司来回应了 说这个跑车其实车主并不是林志颖 那的确他们是有去跟朋友一起去吃两面 但是绝对没有就是可能妨碍到其他车辆的进出 所以呢 就是朋友跟林志颖就是快速的拍完照就走了 没有就是妨碍到别人监视器可以为证这样子 我刚刚听到比较特别的是 这是熊猫吧 这两台 这一台好歹应该也差不多一千万有没有 这一台应该一千多万跑车 听说这个顾佳迪跑车是要快要E的喔 我少了一个零 什么千万是E啊 对啊 芷茵你是不是嘀咕人家了 对啊 我还说是E 所以你说这熊猫有压力有多大的 就是傻到想说本来总之你知道外送可能要很快 就是要小心一下这样 对啊 就录一下都不行这样子 真的像要小心这样子 好啦 但也该起底下这凉面到底怎么男神 是不是吃这个凉面才这么动领的对不对 上网茶马上就可以得到解答 可以可以 大家可以去肉送一下这样 是 好那他们应该也算棒领吧 到现在就还是唱唱跳跳 而且那天演唱会虽然跟Blackpink撞起 但还是非常的热闹 我觉得他们是分别占据了北台湾跟南台湾 说得好 没错 北台湾就是朝猛来就是带领这个风潮 对啊 而且那天真的好多大咖 虽然南台湾Blackpink也很多大咖吵声 台北这边哇 曾国成还被拉上台 没有出 没有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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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到底唱的哪些经典的歌曲呢 对不起不是不爱你 我也不愿意 又让你唱起 闪亮装扮景格热舞香港天团操梦 周六进军小巨蛋招牌歌一首接一首 你不要沉默不语 一万万句我爱你 麦力唱跳不忘与台下互动 全场万名歌迷嗨翻 坐在台下的曾国成 还被天团CUE上台 平均快六十岁 跳舞跳成这样子 真的差不多了 我的鼻酸啊 小燕姐都掉泪了 直接秀琪半点心舞步 说自己是草猛歌迷下一秒 一起唱半点心 要不要一起唱 好了 一起唱了 之间中有些依恋吧 还可以继续吧 就算是妄想吧 别让我爆料吧 不要让这端情 从此说吧 曹梦还边唱边走下台 请新曲歌王罗石峰合唱 三分一出领 七分好阿拼 爱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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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张小燕 许富凯也突然 被拉了进来脱稿演出 将气氛朝到最高点 一起唱八五 不再孤独 又不忘记得五五五五 特别现唱七分钟家常版 这次回回十三年 重返小巨蛋开唱 曹梦 热丽 non-star 唱豪唱满歌迷直呼 转到了 TVBS新闻周峰宏 我一定太不到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喔